簡直說 一生有在讀的這麼偉大的歌曲 我都不懂 但是奉奮的高雄 或是高山清 或是習義恩典 大家都聽過 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在簡單中 我還是對最難的奉奮的高雄 我還是接受挑戰 我相信我有比較多的時間 做館長的不要太沒用 我比較多的時間來練 我可能可以彈的比較好 搞不好哪一天我還可以自己 和弦一起來兩隻手 砰 前老師